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2013中国足协中国支队国际足球赛 中国队和荷兰队的比赛 上面式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首先开球的这是客场作战的荷兰队 今天他们身穿的是白色的比赛服 中国队选择的是一身红色的比赛服 今天中国队是在工人体育场进行比赛 我们现在看到 在我们对面的看台上 一面巨大的中国国家队的战袍 开始在看台上传递 这个时候比赛也已经开始了 荷兰队把球打过中场 中国队争顶投球 荷兰队致街外球 那今天中国队左路这队组合 孙祥跟于海两个人都曾经在荷兰踢过球 对 孙祥还曾经打过欧冠的比赛 中国队高林逼抢对方的门将 荷兰队在后卫线上把球控制住 传球出现了失误 这是中国队的赛区日送直线球 赛林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下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赛区日传球还是显得双双双半了一些 荷兰队的队员开场之后 可能进入状态还不是很快 刚才后卫线上出现了一次相对低级的失误 今天在比赛之前北京是下了一场大雨 场地虽然有些试滑 但还是感觉比较舒服 这种场地上进行比赛 队员们的兴奋度会比较高 天气非常凉爽 开场之后我们看中国队整体的阵型 前压的比较靠上 就是高位防守 六号 彭肖庭 向后一撤 把球拿到长传发动进攻 这个球落点不好 荷兰足球呢 对中国球连来说是非常熟悉的 他们的这种唯美的踢法 使得他们在中国 赢得了很多球迷的青睐 我们看 又是一次这样的传球 又是一次传球出现的失误 而且是后卫线上连续两次的低级失误 主裁判克里斯是警告了荷兰队的八号 吞斯拉 他是看到自己的球队在中场就出现这样明显的失误 如果不犯规的话很有可能造成 单打对方后卫线的这样的局面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荷兰队的教练习棒 还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克鲁伊维特 克鲁伊维特 现在是荷兰队的助理教练 正志 荷兰队控制住了第一点 两名中国队的球员去假抢对方 荷兰队在后卫线上还是很从容的把球控制住 不知道是对公体的这块草皮不太适应 还是说对北京的天气不太适应 总之刚才开场之后不到三分钟 荷兰队连续两次后卫线上出现的这种失误 确实让人有点觉得不可思议 还是希望慢慢的适应 德古斯曼 今天荷兰队这个队服也很有意思 在身后印的全部是胸纹 卡马乔 为准备这场比赛 荷兰足协和荷兰国家队 也是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队漂亮的配合 高林把球扣回来 再交给队友 宇涵 这个球 孙可没有想好 其实他第一时间没有想好怎么处理 所以造成了他停球之后 犹豫 到底是船还是想接 结果自己反而摔倒了 在禁区内更需要提前做出一些预判 今天的荷兰队开场之后打得 我们也可以说沉稳 也可以说不够兴奋 总之 这段时间他们并没有表现出 足够的水平 这是他们第一次攻到中国队的禁区前沿 中国队把球破坏出了边线 7号赵徐日 赵徐日开场之后已经有三次抢断了 所以今天两个后腰赵徐日跟秦升 两个人位置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 一方面对方这个前央十号德荣还有就是对 范佩希的这种夹防和回 和这种逼抢 7号兰斯 中国队也是加强在局部地区的拼抢 在局部我们人数上有优势 漂亮 中国队连续 打得很小也很巧的配合 荷兰队再次把球回传给门将 转移到边后卫 罗本 这几乎是罗本开场之后第一次出球 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已经打了五分多钟 中国队拼得很凶 在开场这几分钟里 中国队还是比较积极 荷兰队把球打到边路 还有古斯曼 利用场地的宽度拉开 中国队整个防守的阵型现在保持得不错 开场阶段的荷兰队确实打得 有点生疏 有点拘谨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要加强对对方的压迫 不要让对方通过这种传递倒角 慢慢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成 开场之后这段时间 应该说中队在中前场用B场还是比较成功 如果让荷兰队一旦在中场控制优势的话 范佩西也好或者是罗北也好 他们的能力或者他们的这种速度优势可能就会体现得很充分 这段时间虽然球更多的是控制在荷兰队的脚下 但是荷兰队都是在自己的半场 在自己的后卫线和门将之间的倒角比较多 所以今天切断中场同这个前场用联系 两个后腰包括前腰郑志 他们三个人的这种位置 好球中国队再次赚抢 好的交给高林 高林把球再交给秦升 中国队张林鹏 再传回来 中国队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长传 投球碰了一下 孙可前踏的慢了 这个球孙可还是逼抢对方的持球球员 把球控制边线 但是刚才这段时间 中国队还是能够压制住对方 让对方在后卫线上 在经受压迫的情况下 出现一些传球的失误 中国队利用这些失误组织进攻 张林鹏 他是盯住了对方的减划 今天张林鹏这一次 翻配系也好 或者是罗本 看来压力还是比较大 好的 这个球对方犯规了 我们在看台上 传到前点 高林 高林 高林没有仓促的去脚传中 漂亮 传到后点 这个球的高林 在看到自己的机会不太好的情况下 并没有选择仓促的传中 他是把球控制下来 然后交给了从身后插上来的孙可 孙可再把球用脚外侧弹到后点 这个球的落点稍微深了 稍稍有些高 所以正织的很勉强 碰到这个球没有压住 这是中国队开场之后 8分50秒的时候 第一次比较有威胁的进攻 刚才呢 大家应该在画面上 也看到两个比较特殊的观众 一位呢 是我们中国外交部的部长们 另外一位是和他外交大臣 非常难思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队把球铲 铲了出去 这就是张林鹏把球铲出去了 但是罗本摔在中国队的禁区内 张林鹏还吃到了黄牌 裁判员盼了点球 荷兰队第一次真正攻入中国队的禁区 就获得了点球 这个球就是中国队在中场出现了失误 前点一漏 对方的一次非常快速的反击 荷兰队一次很快速的反击 再看一下啊 荷兰队传球的是他们的7号 蓝丝范佩熙一漏 这个球犯规了 我们必须说这个球犯规了 对 看到没有 是罗本先把球用脚尖蹭了出去 这是一个点球 没有任何问题 张林鹏 已经被罗本甩在了身后 罗本已经没有问题了 范佩熙 经验非常丰富 其实他已经预测到 我们的后卫队员可能有铲球的动作 他在停球的一刹那已经跳起来了 三美人事宜范佩熙要听他的哨音 比赛刚刚开始十分半钟 赫兰队的第一次攻门 就是一个点球 翻倍机 助跑 大门 打的是中路 增程判断错的方向 1比0 其实开场这段时间 中国队打的还是不错 进攻和防守 但是显得比较张 但是刚才那一次 正是荷兰队抓住了 中国队中场的失误 打了一次快速反击 所以有些时候 像同这样的强队 你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不能有任何的一些轻微的失误 一旦出现失误的话 对方马上会抓住 你的后方线的漏洞 几乎我们可以说 那是罗本的第二次触球 第一次是在自己的半场 第二次在中国队的禁区内 他的两次触球 第一次在参与防守 第二次就造成了点球 速度很快 刚才是二号李学棚 解围是打在了对方队员的身体上 觉得米莱恩斯 今天在右路 他的速度非常快 他是在右路 罗本是在左路 三配西区中 莱恩斯 这应该爱因霍温的一名球 范嘉尔今天呢 实际上排出的是一个四三三的阵型 看这个球 双方在禁区内争强 不规范的动作 中国队放铲 这是秦升 这个球 红盘被罚了下去 中间的十一号秦升 比赛开始 刚刚不到 十三分钟 中国队先送给对方一个点球 又吃到了一刀 红盘 应该是对德古斯曼的犯规 卡马乔 坐不住了 秦升 这张红盘 我们需要再看一下慢动作的球 我们再看一下 哎呀 这个球呢 因为秦升呢 他放铲的时候脚抬得比较高 在裁判员看来 这是一个有商人倾向的 我看一下 啊 你看这个球 他脚抬得非常高 而且呢 踩到了对方的脚腿之后呢 还有一个加厉的动作 在裁判看来 这绝对是 从慢镜头显示来看 这个球 红盘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 即使现场有一比赛 你只要是有商人的意图 对 哪怕没有造成什么明确的后果 但是只要有这种意图 裁判员就可以出示红盘 虽然现场有一比赛 但是这样的动作一定要避免 对我们的球员来说 这确实不应该 打门 中层把球扑了出去 打门的是六号 德国师范 必须要就这张红盘多说两句 我们的球员可能开场之后 希望通过这种有逼迫性的 侵略性的防守 给对方增加压力 但是这种侵略性逼迫性 不是野蛮 不是粗暴 邓程再次把球打出来 现在中国队 才15分钟不到 就要一勺打多了 比分又落后 对中国队来说 这算是一个特殊的考验吧 这场友谊赛 因此可能又多了一个价值 就是看看我们一勺打多怎么办 我们长时间的一勺打多怎么办 我们是在落后的情况下 一勺打多怎么办 但是对手毕竟是荷兰队 所以今天这种队来说 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郑志的位置 我想要更活跃一些 进攻的时候要挺 防守的时候要回撤 跟赵徐日 还要组成一道屏障 虽然难度比较大 但是现在 对郑志来说 他这个位置倒是不会太陌生 因为在恒大队 很多时候都是他跟赵徐日 去打双后腰吗 现在就是关键 他又要扮演双后腰的一个角色 还要扮演 孔卡的角色 对吧 还要扮演孔卡 在恒大队的那个角色 所以现在 通过这种友谊赛 我想对中国队这些球员来说 尤其是 被罚下场的情深 你这样的话 你这种产球的话 会给球队造成非常大的困难 你这样的犯规 也会使球队限于很大的这种被动 罗本把球传到中路 德荣 投球百度 他开场的时候也谈到两个后腰 无论是赵徐日和秦升 这两个人 其实今天在场上的作用非常重要 而卡马赵排出这两个人 也是想在中场 对荷兰队的这种球员 进行一些 这种防守上的控制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高林想用胸部把球停给队友 在对方的逼迫之下 这个球没停好 张林鹏今天 这一侧有罗本 范培西又经常往这一侧移动 所以他压力会比较大 刚才那个产球 某种意义上 也是这种压力比较大的一个体现 所以才送给了对方一个点球 不过对张林鹏这样的球员来说 多和这样的球员 这样的球队交手 对他 积累经验 对他提高水平 还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球 孙可 交给高林 好大 给 整治 整治 整个队 传出来 传到了孙可的身后 这个球速度降下来了 但是孙可 面对两个人的防守 还是把球传出去了 好的 余海在这一侧 中国队的两名边陆球员 同时出现在了中国队的右路 他们两个的配合 造成了对方的防守犯规 中国队在禁区外 获得了一个定位球 余海 造成了对方的六号 内隆的犯规 六号是德鲁曼 这个球中国队的反击速 打得还要非常快 对 那现在场上少一个人 要求场上是十名球员 每个人要多跑动 才能弥补 秦陈队发下场的一种损失 定位球 这个球对中国队来说 就选择更关键了 荷兰队控制住前点 郑智 把球交到后卫线 冯晓婷 他来选择下一个进攻的方向 扣 漂亮 好的 这是高林 高林面对对方的防守队员 显得很自信 高林倚住对方 但是对方两名队员上来加强 高林把球丢了 德荣 中国队只要出脚稍微慢一点 对方就迅速的把球偷出去 出脚频率很快 而且对中国队的上强也很快 这样的球队 比赛的节奏和我们平常遇到的对手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们很会打比赛 这种情况下 对中国队来说 我觉得中前场或者是刚才后场的一些球员 我觉得还是处理的比较聪明 有些时候像李学鹏跟冯耀婷 有一个人就要参与到中场的进攻组织 防守的时候 郑智 但是啊 高林一定要回到也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回到中场 现在郑智已经回到后腰位置上了 李学鹏交给孙祥 中国队把球打出来 还是看冯潇婷 冯潇婷长传 想找高林 高林越位了 今天的中国队在比赛当中 长传用的比较多 估计这也是卡马乔的一个 要求吧 因为毕竟打的是荷兰队 现在反击点 只有高林这一个点 这种情况下可能长传会更多一些 而且现在场上少一个人 对中国来说可能变化也会相对少一些 这段时间中国队因为少了一个人就不可能像开场那么踢了 中国队自己退守到半场 荷兰队可以从容的组织进攻了 张林鹏冒顶了 罗本的打门打在了立柱的外侧 他是想打一个进巧 开场之后 罗本出球次数并不多 但是寥寥几次出球 每一次都给我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象 看这个球张林鹏又冒顶了 所以这种球的话作为一个编后位来说 一定要判断准这个球的落点 因为一旦冒顶的话 那对方就是面对增程 所以有些时候同这种世界强队交锋 可能更多的能看到中国队身上这种差距 中国队假强 交出来 好的 出脚一定要快 但是你看对方上来的也非常快 德荣迅速的回方把球拿下来 现在你快 对方比你还快 这个时候 那我们更应该在这种局部 多一个接应点 多一些跑动的这些球员 有些时候 在谈到那张红牌的时候 可能这是一场友谊赛 如果这是一场很关键的这个比赛 好的 赵旭日把球断抢下来了 郑志 球丢了 荷兰队上来的很快 李学鹏 虽然有点别扭 但是把球总算解围了出去 下到罗本 罗本 脚底下 出球的频率很快 球传的也很突然 好的 又是赵旭日 这个球 这个球赵旭日在抢不到落点的情况下 对对方有一个冲撞 犯规了 六号 德古斯曼 跳的很高啊 其实像这个球赵旭日就显得踢得有点急躁了 没有可能拿到球的话 对方把球顶向边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现在因为少一人嘛 对人家场上可能心态还是出现一些变化吧 突然间交到罗本这一侧 罗本往门前传 中国队把球解围了 整治 三三对四进攻 兴祥 前面没有人啊 兴祥在等啊 一看 实在是等不到接应点了 只能把球停下来再转身 对方反规了 好球 孙可这个球停的不错 孙可今天开场之后 还是自信 拿球啊 突破过人传终都是可圈可点 今天的工人体育场 根据我们的目测应该 进来了大概三万五千名到四万名左右的观众吧 这个上读率还是不低 范佩西把球拿到 又是罗本 横传 也是也非常宽阔 这球 荷兰队再次大兵压境 范佩西 这个球 想到了第一点 但是这个球居然顶偏了 这球的感觉真好 荷兰队在边路形成了传终 范佩西在门前形成了包抄 荷兰队这种打法的话 他两个边路 无论是这个七号 杰里比还是左边的罗本 两个人都有这种突破能力 中路一个范佩西 今天应该 而且荷兰是一个喜欢边风战术的这样一个国家 像433这种战术 现在可能在各个人中使用的不是很多 但是荷兰队他一直还是坚持这种战术打法 封可 封可 这个球 于海再把球分出来 高林又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 杰里比速度非常快 中国队队队员想拉都拉不住 这个球裁判员判了进去外的任意球 应该说今天比赛的主裁办来自澳大利亚的克里斯 判罚的很果断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出手也很清晰 对没有任何问题 我觉得这样的比赛 虽然是一场国际有益赛 但是对每支球员来说要求都是一样的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尺度在判罚 对因为中国队的二号李学棚 一直在对七号 蓝丝在进行这种拉拽 所以裁判员选择了有利于进攻的这样一个判断 等到他发现对方已经无法控球 中国队已经把球解围出去的时候 他马上补判了一个进去外的定位球 今天比赛的主裁判克里斯来自澳大利亚 这也是亚洲联精英裁判班的成员 算是亚洲联重点在培养的裁判员吧 一波 跟上来就打中国队的队员上来得很快 这个球中国队警惕性很高 没有让对方的战术打成 一蹭 德荣 德荣再交回来 洪孝廷把球解围 但这段时间中国队就打得不像开场 那么流畅 因为毕竟现在中国队人数少一人 我相信现在最后悔的可能就是秦升了 还好这场友谊赛 如果这是真实一场关乎到中国队出现的一场比赛 那可能 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 所以我觉得这个队员 尤其是国家队队员 无论在联赛还是在友谊赛当中 一定要规范自己的技术动作 大范围的转移 杰里米速度非常快 今天他在右路也是非常活跃 两个后腰 今天是8号托恩斯特拉跟德古斯曼 打前腰的是10号德荣 好的 对方在中队的禁区外 连续的配合 中队在最后一道关口把球解围 荷兰队继续在自己的半场控球 因为这段时间 球不仅更多的在荷兰队的脚下 而且更多的是在中国队的半场发展 所以现场的球迷显得比较平静 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本身实力跟对手有明显的这种差距 再加上少一个人的话 这个比赛可能打起来会增加困难 张林鹏 因为不知道身后的情况 选择了比较安全的踢板 今天在工人体育场还有这样一个景象 让我看了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很多我们中国的年轻的球迷 他们来到现场 穿的却是荷兰队的橙色的比赛服 至少是橙色的衣服 由此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们的支持的对象 很显然荷兰队在他们的心目当中 可能比自己的国家队更令他们喜爱 这我确实心里边很不是滋味 一方面我想我们要尊重这些年轻人 他们的这种选择 毕竟他们支持自己喜爱的球队没什么错误 并且也不算是什么很大的问题 国家队不能够得到自己国家的年轻人的支持 这确实中国足球需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 而改变这种现状 我们只能看这个球 没有犯规 应该有犯规的嫌疑 但是哦 我们看 你看这球 看看怎么处理罗本 交给罗本 这个时候张宁鹏产的还是非常及时 罗本 像那套 好像是 张宁鹏也跟上了 德鲁好像是受伤 刚才剑红谈到这个问题 我也是有会有这样的感触吧 但是我相信 即使是他们穿着这个 这些年轻人穿着荷兰队的球衣 但是当中国队进球或者进攻的时候 他们的心应该还是在中国队这一边吧 那只是现在中国队这种表现 需要用自己的这种行动 自己的这种表现 让这些球迷 有一天也能穿上中国队的球衣来到现场 为中国队加油 那 队一还在为德荣 进行一个紧急的处理 荷兰队的主角连放假 这也是荷兰足坛 为数众多的名帅之一 因为荷兰确实是足球王国 那么实际上我也注意到这些穿着荷兰队球衣 或者是橙色T恤的年轻人 中国队踢出好球的时候 他们也在鼓掌 也在鼓掌 只是 可能他们自己心里也会比较矛盾 希望有一天吧 当中国队进行比赛的时候 我们的年轻人都能够义无反顾的 可以说是毫不犹豫的 去选择红色的中国队的比赛服 比赛马上恢复 荷兰队很友好 把球替换给中国队 上半场比赛打了33分钟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比0 荷兰队开场之后 射门的次数 现在已经超过了中国队 而且几乎每次射门都有威胁 罗本首先为荷兰队赢得了一个点球 之后他在边路接到了 队友的传中球之后的 由于中国队的冒顶 他获得了机会 这个球转移的不错 赵徐日 看看张立鹏 这个球 罗本显示出了 他的责任心 一直回追到了底线 好的 这是高林 好的 球出到底线 机会 漂亮 中国队 这个球 打出来了 配合打出来了 这是张林鹏 非常坚决的一次突破 这个球他 也是打得有些出其不意 这个球是张林鹏跟这个高林 两个人间的配合 又是高林的一个回溯 然后张林鹏很果断的突如底线 这个球啊 这个球啊 这个球不够精准 要想打出快速的反击 你一定要把球准确的交到自己的队友脚下 这种大概棋的传球是无法完成高质量的反击的 尤其是现在人数又少 这种球的话应该还是通过正式脚下有一个过渡 然后孙可这边可以快速的全差 所以现在在优手转弓的时候 中国队一个要打的要快 另外打的还是要准 减少这种失误 孙可啊 看看怎么处理 传得不错 这个球高凌 罗本 打到这个时候罗本已经完全打开了 真是如入无人之境 看张立宝 手球了 所以像罗本啊 像范皮锡这样的球员在拿球的时候 一定要有两名球员左右上前去包夹防守 但他们这些球员经验非常的丰富 在面对着这样的一场比赛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投入比赛 怎么样进入比赛 他们会比赛 对 他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看着他好像在场上显得有点不兴奋 但实际上他可能在观察 他可能在思考 他在去制定一个进行比赛的一个具体的战略 就是他是在比赛当中在思考 在运动当中在思考 所以一旦你出现这种中场这种失误的话 他会随时抓住你的机会 可能几分钟之后他已经把你看得很清楚 对啊 像刚才罗本在这个脚球的时候 传中的时候他那叫停球 另外就是第一个进球 我觉得整个荷兰队这种这种 他们这种理解比赛或者是阅读比赛能力是非常强的 现场开始热闹起来了 球迷们这个时候决定打破沉闷的局面 看台上开始掀起人了 这是一场国际A级赛 但是呢 他并没有任何的锦标的性质 所以呢 对我们的球迷来说 也要学会欣赏这样的比赛 对方犯规了 三号海亭家 我还清楚的记得2004年 我在葡萄牙去转播 欧锦赛的时候 他还是荷兰队的一名年轻球员 现在已经是老将 这个球传大了 你看罗本 他回防的深度 足够 已经是边后位 我觉得这次的欧冠决赛 对罗本来说 真的是一个 怎么说 是一个自我的救赎吧 终于在 顶级赛事当中的决赛里 证明了 对 他是从一个球队的一个 相当于一个罪人 最后成为一个英雄 心理上的这种反差 我想只有罗本自己才 体会得更加明朕 张林棠 现在张林棠 他的这种身体对抗能力 包括他的速度 一对一的防守能力 这个能力还是不错 关键是比赛这种经验 尤其是对待这种 像罗本 范皮锡这样 高水平球员的时候 你能不能 在这种防守意识上 再提高一步 就提前预判这些 球星的 他的一些活动的陷入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我相信张林棠 自己也有感觉 在亚洲赛场上 进行比赛的时候 他的身体 是绝对占优的 对 但是今天你看 几次真正的身体接触 他会发现 他没有任何的优势 可能对方的个头 不如他高 看上去也不如他爽 但是呢 力量不比他大 六号冯萧婷 又一次把这解围 又一次打到边路 荷兰队是非常善于利用场地的宽度的 到了中国队的禁区内 仍然在做配合 德荣在交给队友 云达利在把球传进来 春翔 只能选择长传 现在中场少于人 所以中场基本上是由荷兰队掌控 对 这样的话 发配机 罗本 罗本看了一眼才打门 这个球还有点球稳 整治 所以刚才这个球 你看罗本的跑位 他跑动这个位置 让张立鹏非常难受 选择放手的位置 有些时候 总是在你最难受的那个地点 能拿到球 所以有些时候 我觉得这样的比赛 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像刚才健鸿谈到一样 对我们这些后防线的球员 甚至整个中国国家队的球员 感觉 整体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也希望中国队能通过这样的比赛 能在对手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说实话 今天的这场比赛 对中国的来说 只要对方认真的对待 对我们的锻炼价值 就是非常大的 这样的一场比赛 甚至可以说 胜于我们去打三两场 那种无关紧要的人身赛 而且我们看今天荷兰队在场上 确实打得还比较认真 随着比赛的进行 荷兰队是渐渐的暴露出了 自己强队的这种实力 当然也跟中国队现在场上少一人有关系 对你看通过这个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罗本他的位置 就是他是有一个战术纪律的 对这个比赛不管是对手值 但是主教练看见肯定是会对队员有这种战术纪律的要求 你该回到哪个位置 你是必须要回来的 我们看中国队 虽然站住了位置 但是对方冲击力很强 造军力还是把球丢了 看罗门 叫到边路 门前纯 后点没有包抄的队员 刚才战究的是五号 内罗姆 不过在林比落后之后 尤其亲生被罚下 那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上不场后半战 中国队的防守啊 整体做的还算是不错 虽然这个荷兰队也有些机会 但是相对来说 这可能也更坚定了中国队防守的一些责任 看 罗本上来得很快 就从正治脚下把球断了下来 不能在原地等啊 这个球裁判的哨子 抢的有点快 因为中国队已经把球拿到了 但是看刚才通过几个这个比赛镜头来看 我们球员在原地等球 这样的这个拿球转身很慢啊 或者在一停二看这样通过的话 我觉得正是这些一点点的细节 你能看出双方球员这种差距 像罗本 像这个对方的球员在中场那种控球 他的这种实用 他的这种能力 我觉得可能就是 这种实力上的这种综合的差距 正是由于这些细节 来慢慢展开的 在上一场比赛 中国队热身赛输给了乌兹贝克斯坦之后呢 卡马桥现在承受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 客观的说打到现在 中国队让对方打进一个点球 因为秦兄的不冷静 吃到红盘使得中国队血上加霜 但是到目前为止 中国队的表现还算是比较正常 孙祥 中国队有获得的金位球 看看三半场 中国也能不能抓住定位球的机会 正递进攻现在来看是比较困难 这个球正志 发的角度不好 想直接射门了 想法有点多 上半场的比赛要补识两分钟 1996年 中国队当时跟荷兰队进行过一场热身赛 当时是在荷兰进行中国队是0.20个队 这是两支球队时隔17年之后的又一次销售 当时荷兰队里的主地球员 现在向克鲁伊威特已经进了荷兰队的教练 来走 咱们一直在谈 就是在进攻的时候 本身我们赏上少一人 这种情况下 队员应该更加积极一些 而且接应点一共要更多一些 这就需要队员要多跑动 赵羽日这次防守也是非常到位 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呢 罗本已经完全地进入了状态 范片熙呢 似乎还不是非常的兴奋 不过在这两大巨星的带动之下 荷兰队现在打得很从容 比分领先 人数又占优 所以他们打得并不是很着急 继续转移到罗本这一侧 球停得正好 队友套鞭 罗本面对孙可的防守 横着走 再交给中场球员 德荣 不停顿直接把球分边 扣 进进区 范片熙 啸 球在底线 很狭小的空间里 范片熙 仍然能够把球往里带 这个球就像黏在他脚上一样 而且刚才在中国队的进区内的那次转身 真的是快如闪电 如果是在中国的武侠小说里那就是一道白光闪落 你都不知道他怎么样就把你过了 看一下这个小球 增车 将球击出进区 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